各位法師 王校長 各位學術界先進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早上好 我想剛剛的這個吳與良師的這個影片 其實我可以感受到現場大家都很感動 包括早上從這個南非的祖魯祖志購 我已經看到現場我們的大德有人在擦眼淚 事實上剛才我也覺得還是很感動 所以這個剛好就是為我今天很簡單跟大家做一個 大概二十年來參與觀察慈祭的一個 我自己一個最大的心得 就是我覺得慈祭是一個情以教化的一個宗教共同體 它不只是一個慈善團體 那昨天在第一場的討論會裡面 李士隆教授他有說 這個普通民眾的熱情怎麼樣釋放 就是在王磊泉教授講放聲那個報告的時候 他有這麼一句話 還有這個何日生教授他也提到說 情感的覺醒是修行的根本 所以這剛好就是關聯到我今天要跟大家做一個報告的 就是我主要是想研究探究一下說 慈祭以慈善為本 它發展多項志業的群體動力所在 那當然有很多學界有很多的這個不同的觀點跟解釋 那我發現了這個慈禁呼應現代人的情感需求 具有從小愛轉化到宗教大愛的這個情以行道的特色 我們說這個靈感是說文以載道 那比如我說情以載道 可是還不是 情以載道還是一個很靜態的個人的這種那種狀態 那我說是情以行道去走菩薩道這樣的一個特色 那研究的東西主要是 我發現實際在高效率的動員背後 總是有這個淚光閃閃的情感流動 不論是出於悲憫感動或是懺悔感恩 還有那個悔過 其實都是這個裡面情感非常豐富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在正言上的跟他的畢子信眾 還有個體跟群體之間激盪催化更大的行動力量 那在電子傳播的時代我們雖然說可能不是人 剛開始慈禁是那個面對面的傳播 但是後來我們知道這個慈禁它無遠伏見 透過電子媒體的力量 影像 聲音 照片 這個都可以到每個人的這個電腦桌前 但是情感的凸顯還是慈禁的風貌 那這裡就要問說 宗教利他精懷的實現為何需要以深情做觸媒 那我這裡所謂的深情就是情感的裡面的湧動 那個非常無以名狀的這個 就是充滿了情感的力量 為什麼要以這個做媒介 那從情感到行動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的發生過程 那這個行動最後又如何來回饋情感 那請大家注意這個情感絕對不是一個我們一時的情緒而已 這裡面其實滿多是值得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反思 那情的降化反映哪些人性的價值 當代我們的這個值得重視的人性價值跟信念 那我主要是要從四方面進行探討 就是說因為情感的面相其實有很多方面 怎麼樣情感覺醒 那我是從組織方面就是這個上下的師徒關係 我把它看作是一個非常具有一個 還是以情感做前導的一個社群 還有第二方面就是女性志工 它的一個主導的一個慈善光環 大家注意到我們今天這個大會的 這個圖像左邊是不是一個女性的廢天 那為什麼是用女性而不是男性 這裡面或現場我們看到很多的是師姐 那這裡面就是要說慈濟的特色 它是女眾走出來的一個菩薩團體 那第三個就是感人的生命度化故事 就是個人這個那個慈濟傳播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種個人故事 怎麼樣去觸動到很多人的心靈 那第四個就是最後一點就是絕有情的慈濟禁教 就慈濟禁教的特色是什麼 是絕有情 好那情感社員就是說 這言法師的慈濟是悲懷跟身教是身具 對他的弟子信眾身具感照例 那早期是跟我訪問一些早期的資深志工 大概都是三四位家庭主婦那個年代的 事實將近五十年前的那些女性的志工 鄉下的家庭主婦 那他們說大家都是為了師父 看到師父那麼打拼 那非常的辛苦 蓋辛苦的時候特辛苦 一個人去承擔這個輸贏得失 非常忍耐 那所以他們就是為上人所感動而參與 那女性委員聽到上人因為勞累而生病 上人的身體其實不太好 從我二十年前認識她 就常常在打點滴啊 就是那個手臂上都是常常發紙一塊 清一塊的 那男性他們會流淚覺得很不捨 那男性委員呢 那個早期男性委員其實不多 他們都是屬於那個很草根階層的 那放著小生意不做 可以坐那個八個小時的遊覽車來 帶會員參觀慈濟 所以他們認為他們是情義相挺 情義相挺來介紹慈濟 那上人跟少數信眾 避露藍裡開展的社會救濟工作 是從舊社會鄉土人請出發 就是我們邻里這邊有什麼需要關懷的 孤兒寡婦啊 貧窮的人 生病我們都要去關懷 這樣的一個師徒情誼一起出去訪評 一直是我們今天發展到這麼大的 擴國際的一個社群 不斷去回顧的一個歷史的敘事 一個故事 那也是我們主統歲月的精神所在 那慈濟形成宗教大家庭 他是志工成員認同歸屬的另一個家 那這裡還包括很多慈濟的小家庭 事實上不只一個人參與 然後把全家都帶進來 甚至三四代一直連續下去參與了 他提供一個在一個非常變動的 非常不安定的社會 一個情感慰藉跟修行的典範 那這與上人是兼具慈母跟嚴父的大家長 那慈母就是他們說 很多委員都包括男性委員 他說師父的聲音他很柔和 好像慈母的丁銘換回迷失的孩子 當然上人對這個城鎮信使 所有的這個震災 每一步都不能夠馬虎 也是非常的嚴格 所以大家愛他又怕他 敬愛他可是又敬畏 真的一個宗教導師 他具有不平凡宗教靈性跟禀婦 的一位宗教師 那就是有克里斯瑪的這個領袖魅力 可是跟這個大家長的這個形象 是融合在一起的 那他被形容為再生父母 那在海外我們現在很多海外震災的視訊中 那個上人都會關懷弟子 然後特別會注意到說 你的譬如說他們有親戚關係 有這個侄兒或夫妻 你另外一個你太太在哪裡 你的師姐在哪裡 你的什麼 就上人非常心非常細膩 他總是會去關懷弟子的安慰 所以視訊裡面他承載的 不是如何震災 而是這裡面關懷弟子的情感訊息 所以是有位師兄他就說 大家在海外震災都非常的辛苦 一聽到上人的聲音 就覺得力量又來了 那上人也以一家人的人情號 在人情召喚弟子信眾 大家一起共同出力 就是以這個你家庭的人倫情感關係 說兄弟姐妹大家要合戶相處 那家庭的比喻也擴及 今天有很多基金會的 就是專職人員是領薪水的 是職工 可是上人也希望說 這裡面大家還是 因為慈濟是以強調常情大愛的 就是要共同就是 願意去做一份奉獻 所以這方面呢 是以人情感性來調解 現在我們機構都說是太理性了 一切要講管理 不合乎人性 可是這裡面看到一個人情感性 那第二方面就是 慈濟志工是女性主導的 那很多的家庭主婦 尤其是以前的 都是中年婦女的走出來 那他們養兒育女的愛 延伸到社會服務 那三十位家庭主婦 揭示慈善工作的基石 是什麼 就是吃苦耐勞的行動力 這個我們都可以在 慈濟人的身上看到 慈濟海外據點的延伸女性 是唾肯者跟震災先�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 秋一芬師姐 她在大陸是 自己形容的詞 我覺得是一句名言 在水泥地裡撒種子 非常不容易 那不只是這裡 很多地方我發現 都是女性打頭症 她們剛開始可能跟著先生 到海外去做生意 那發現說慈濟的精神 應該可以落實到當地去走出來 馬來西亞 那個印尼啊 還有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女性的服裝 展現服飾 展現這個照顧者的母親形象 女性給出慈濟的人情大海 夫衛是慈善關懷的模式 包括我剛開始加入慈濟 也是掉入慈濟師姐的人情大海 我覺得像媽媽一樣的照顧 好像跟我原來所工作的 那個學術單位比較疏離 不講人跟人之間的情感 差異非常的大 這裡面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照片 這是在台灣南部一個非常大的水災 這個家沒有了 那個女性吃節就去照顧夫衛 把她抱在懷裡 這個小女孩 這個女性以為她彰顯慈愛照顧 滋養包容的母親角色特質 用行動來詮釋菩薩道的慈悲精神 這個在慈濟裡面 對很多的男性都有指引作用 特別是我們接引進來的很多男性 很多都是企業家 她們大概都是瓶子師發好施令的 可是她後來也跟著師姐們去訪貧 包括怎麼樣照顧清理貧戶的一些 譬如說清理大鞭這些 她們都跟著師姐做訪問的 一些慈濟的男性委員她們這樣說 那佛教的柔性特質是有利於 慈濟女性有以在家庭跟宗教的服務空間之間 營造自主的生活跟她的情感空間 那很多女性是把慈濟當作娘家 那或者是把這個私情小愛轉移到 常情大愛 因為原來我們以為女性都是在家走不出來 可是她這裡面發現 她原來說那個女性的經驗 可以在這裡面可以做一個很好的發揮 對峙婚姻的恩怨煩惱或距離重生 那在慈濟裡面我們聽到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這個是宗教傳播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那信眾戲劇性又真實的生命渡化過 其實也是一種現代的佛教說法 那很多志工會會懺悔過去的言行 因上人的鼓勵或其他成員的協助 獲得進化跟重生 她們藉著懺悔的情感表述 就是重新去回顧她的生命時 建立道德我 不需要去讀經典教義 很高深的經典教義來產生戲 反而是團體裡面看著人家做 那種人情的感動 或是對得恨的一種感動跟嚮往 將他們投入做慈濟 變成慈濟的佛教徒 那眾多度跟物的故事 使得崇高的道德情操 不再是著書立說精英分子的專利 小人物的轉變 其實他們很會做事 顯示從事善行的耐力跟活力 生命敘事也特別具有說服力 很多聽者因此就加入慈濟 那這裡面有些故事 這個18歲就經營酒家賣酒的 那賠酒的 常常喝到清晨才醉醺醺醺的回來 後來她做的是臨終照顧的 做臨終關懷 那她發現說這些病人到最後身體敗壞的一些 難聞的味道那個會物啊 都不比她以前吐出來的那個 飲酒酒醉吐出來的那個會物還難聞 所以她很願意做 已經做了那個大概已經二十多年了 我認識她已經二十年了 還在做 那這個是一個叫做阿陶的師姐 她就以前是一個苦命的阿陶 苦命苦陶啊 現在是參加職業她是做美髮生意的 晚上就去做資源回收 那她以前覺得她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人 她婆婆在家掃地 她在看報紙她把腳舉起來 讓她婆婆在下面掃地 她覺得自己非常不孝順 可她現在呢也出來說法了 就這些呢在慈濟裡面 這她對大專老師的說法都非常的講座 最後一點就是絕有情的慈濟請教 那慈善工作呢 啟發人們的側飲之心 以點滴的助人善行 小捨 先捨 最後才慢慢體會慈悲 我們說慈悲喜捨 自上在慈濟嘗嘗試 先從捨慢慢去委屈 及體會慈悲的意義 那志工之間的法親情義 因為沒有世俗利害關係的糾葛 那支撐越間平行的情感扭帶 所以我認為這個跟上下的私主關係 還有法親之間的一種情感支持力量 這個是一個在詞裡面 大家可以維新在一起不斷做三四十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那正言善人以身試教 這裡也可以看在很多的慈濟的師兄師姐的身上 變成一個大家互相訊息的對象 那慈濟提供個人一個 你可以去表達你個人受苦 個人過去多麼的受到這個包括格雷蒂斯 這個受到家暴啊 但是呢慈濟禁教的核心是 人人都可以成為絕有情 就是體會眾生之苦 不是陷在你自己 陷密在自己個人的情感裡面 結論是慈濟人是從小愛 進入大愛的情感栽體 標示世俗情感的轉向 從自我關注轉向光環 跟你沒有血液關係的人 就是推展到善人說我們天下一家親 那個隔壁是骨肉才是親的人 那這個大我的情懷 不是一個高高賽上的一個觀念情懷 而是在持續的實現行動中激盪體現 那志工個人的小情小愛 原先參加慈濟可能小情小愛獲得慰藉 但是也在行菩薩道的過程中獲得子引昇華 所以這個就是情禮行道 感謝大家敬請指教 谢谢大家